本周三将要发布少量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重要内容 我是沙姆梅雷迪斯 首先上午8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6月份欧元区经常账户 5月份从之前一个月的 240亿的经常账户盈余收窄 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6月份欧元区建筑工程完成量 5月份输出从前一个月 0.2%的跌幅反弹 格林尼致时间中午将要发布的是 备受关注的7月份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之前的版本符合预期 虽然数字很不起眼 美元指数仍然连飙升 至近三个月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晚间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7月份美联储会议纪要 市场预期9月份加息 所以我们要仔细审查 任何一个线索 来支持这一预测 以上内容为周三的经济之力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 周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